海洋浩瀚无垠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指出 世界上有95%的海洋是人类暂时没有探索过的 海底世界到底逆场着什么秘密 人类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 今天五件小事被你带来你肯定没有看过的深海怪物 深海巨银浮鱼是一种罕见的深海小鱼 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 主要出现在180至1500米的深海 潜水源平日最深只会潜到大约60米 因此想要目睹巨银浮鱼是非常需要运气的 它们身长2.8至12厘米 身体的形状长得像一把斧头扁扁瘦瘦的 而全身也布满了银色鳞片 看上去十足像一片镜子 它们在黑暗的海洋有一双巨大级朝上突出来的眼睛 可以捕捉任何的光线 靠着辨识猎物的影子来捕获对方 在深海可以调整自己身体所发出来的光 配合海底的亮度让自己与海融为一体 是一种非常惊人的伪装能力 身体也可以像镜子反射海洋的颜色 在掠食者面前几乎是隐形的 安康鱼又名琵琶鱼 生活在大西洋及南极海洋的最深处 大约有200个品种 雄性与雌性的安康鱼长得不一样 雌性安康鱼娇为大只 看上去都很凶猛 它们的头部很大 柔韧的身体及大嘴巴 可以直接吞食比自己大两倍的生物 在它的嘴巴上方有一只从背肌衍生出来的吊杆 吊杆上的尾端及其身体的背部 有上百万个会自行发光的组织 这些组织能够吸引猎物 安康鱼的视力不好也不喜欢游泳 长时间只会在水中漂游 深色的皮肤使它们在深海中不容易被看见 因此当猎物靠近发光的诱饵时 张大口就可以迅速把猎物吃掉 所有鱼在口中的猎物几乎都无法逃离被吃掉的宿命 至于雄性的安康鱼就像一只寄生虫 需要依靠雌性才能继续存活下去 每当雄性安康鱼在成年之后 除了繁殖能力 其他身体的基本功能都会随着消失 这时它会被雌性所释放出的特殊气体吸引 然后仅仅咬住雌性并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 不久后它们的血管就会逐渐相通 二合为一 剑粉鲨来自1亿2500万年前的某个鲨鱼家族 是唯一幸存到现今的古老鲨鱼品种 被誉为活着的化石是非常稀有的深海鲨鱼 依照数据显示 剑粉鲨过去在多个国家的海域意外被捕获 例如台湾、日本、纽西兰、南非、墨西哥等等 剑粉鲨有着半透明的身体 体内的管道使身体呈现粉红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深 成年的剑粉鲨长约3至6.2米 重至少200公斤 松弛的身体和小小的鱼鳍 使它迟钝及不擅长游泳 但庆幸的是剑粉鲨长而扁平的鼻子 可以帮助它感应到猎物的电场 当发现附近有电场的时候 伸缩自如的下额瞬间把嘴巴变大 可以让它快速地把猎物咬住 并吞入嘴里 剑粉鲨只生活在深1300米 无人能及的海底世界 因此对人类完全没有威胁性 水滴鱼是一个没有肌肉的鱼类 看上去像一块很有弹性的果冻 也因为这样的败帽被榜名票选为 世界上最难看的鱼 它在海底和陆地上的样貌是截然不同的 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塔斯玛尼亚 沿岸深1200米的海域 因为海底的高水压及密度的关系 不仅仅可以辅助它浮动 它可以不费力气 只需要张开嘴巴就可以吞食迎面而来的食物 水滴鱼只有在捕获及失去水压后 才会露出如此悲伤的脸 近年来因为渔夫大肆捕获深海的生物 严重破坏了海底世界的自然生态 导致水滴鱼无辜成为了受害者 现已被列为即将绝种的鱼类之一 太平洋铜眼鱼有一个透明的头部 内部装有液体 即可以看到它青色紫筒的大眼睛 它也有一个小嘴巴 而小嘴巴上方有貌似眼睛的鼻子 铜眼鱼主要生活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平均长度约15厘米 最长可达44厘米 1939年首次被人类发现 透明的头部可以一目了然看见内部的结构 潮上的眼睛对光很敏感 即可以上下摆动 让它能够清楚观察周围的情况 巨大的鱼鳍 使它可以停留在水中许久 扶着不动 等到有猎物靠近的时候 才以迅速的动作把猎物吃掉 还能从其他鱼类的口中成功抢夺食物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掠食者 由于太平洋同眼鱼只生活在大约900米的深海 人类能接触它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 因此不能目睹它的风采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我们认为海洋奥秘真的非常有趣 可想而知 那些人类还未到达的深海 肯定别有洞天 希望海洋专家与研究人员 在探索新海洋与新深入的时候 不要伤害到大自然 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记得在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如果你觉得这部品还不错 你可以点个喜欢 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